国内新冠肺炎继续保持双位数单日增长 截至中午,我国新增84宗确诊病例 再有一名51岁患有慢性疾病的男子病逝 卫生部也在回国公民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感染群 一共有43人,全是从印尼回国的留学生 西方还有标志病的 这事发现了究竟痕创機械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至于最新的死亡人数是89人 输入型病例方面 政府已经将1万1725名回国公民 安置在隔离检疫中心 目前一共有65人确诊 来源地包括印尼和土耳其